那我们去看看过去历史经历的大事件 才会发现我们当下的这个困难 不算什么 美国在1929年到1939年 十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四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失业 没失业的人呢 收入下降多少呢 百分之四十 你们自己想想自己的收入 如果你下降百分之四十 你觉得你还能很好的生活吗 整个美国都是为了活下去 很多家庭妇女就沦为了极为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在1929年到1939年的时候 美国大萧条时期 它的犯罪历史逐年攀升的 然后呢很多社会现象 你比如说离婚啊自杀啊流浪 这现象变得十分的普遍 那我们不去看西方的历史 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 辛亥革命以后呢 我们这个清朝被推翻 结束了我们长达两千多年的地质社会 这时候呢 很多社会的人员就不适应 比如我们有北京至少有十万人 这个世袭网替的 领着官方银子的 这些人一下就断了供 那么你比如很多皇族啊 我以前讲过三格格 溥仪的亲妹妹 一代公主 沦落到摆地摊卖香烟 摆一块毛巾 买一盒香烟 把它打开二十只一只一只的卖 去赚这个小钱 卖不掉的烟怎么办呢 自己抽 所以老太太晚年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 一根烟接一根烟的抽 对吧 每个人遇到什么事情 说什么事情 遇到了这个事情 一定能够卖过去 我就有时候想 遇到事情我会想 想什么呢 想自己 想自己最近的人 比如我经常想起我爹来 我爹 我跟我爹这个情感 只有我自个儿知道 我爹都走了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做梦 有时候还梦见他 那他呢 早年读书 我爹是我们马家家族里 第一个读书人 在民国书读了十年书 在抗战的后期 参加革命 参军 那么 参军以后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 打的著名的战役 大家比较熟的呢 有这个孟良顾战役 1947年5月 是吧 到了48年的秋天9月呢 打济南战役 解放济南 到48年11月呢 就是著名的三大战役的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都知道 这个长江以北 华东 然后中原地区 就彻底解放了 那么紧跟着 四年春天 四月份 打渡江战役 打渡江战役 到五月份呢 直接打入上海 上海战役 这是我爹 那一路打过去 进入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呢 就是 稳定上海局势 这个很幸运 在 他打入上海的 四年后 组织 把我妈 介绍给了我爸 那么 按我妈的原话 就是 我妈跟我说 你爸看见我 我都没来得及 站起来 你爸就同意了 那么 我爹跟我妈 迅速就举行了婚礼 在上海 当年在上海 怀的我 1954年 年底奉命进京 我妈身怀六甲 怀的我 进入北京 次年的三月份 我生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1医院 这是我们上一代人 你看上一代人 像我爹这样的 在民国书 读过书 都已经当了 小学教员了 按理说 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毅然决然的 抗日当参军 那整个生活的变动 是我们今天的人 不能想象的 不要说他们那一代人 连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的人都很难想象 比如我有两次下乡经历 第一次是1969年的1月份 我去了东北 那年我14 我14岁到16岁 是在东北 空军的武器干校度过的 也算下乡 天天干农活 回到北京以后 待了两年 我18岁 又再度下乡 18到20岁 是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度过的 我们今天说 北京郊区能有多远 在当时已经很远了 我记得很清楚 我第一次回家 已经是事隔大概半年多了 我才能回一趟家 那么那一代人 那一代人 比如北京吧 北京去的知青最多的是四个地方 云南一个地方 陕西一个地方 陕北 然后内蒙一个地方 东北一个地方 知识青年 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什么叫改变自己一生 户口都要迁走 我们当时是户口都迁走的 所以你看我那个 北京户口 我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 但我户口写着 1971年 从黑龙江迁入 所以我那个户口本上是从黑龙江迁入 如果我当年不把户口迁过来 那我就是黑龙江人 对吧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今天啊 都知道我们今天户口的调动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那个年月里 如果你调走了 你就可能永远地变成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在这种 这个生活啊 身份的改变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改变 比如我啊 就是由一个 从小理论上讲 还算养尊处优 因为我从军队大院里长大嘛 军队是有保障的嘛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家长 完全靠自己生活的一个农民 那你就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啊 生活中最难预测的就是未来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努力想象的很好 但是未来一定是会有风雨的 过去不是说不经风雨 怎么能见彩虹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年 2020年 这一年必然载入史特 我们很多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比如十年二十年 乃至五十年以后 有的人还会回忆这段日子 说当年如何如何 当年怎么样一个疫情 我们怎么改变的生活 我们现在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对吧 我们想想一月份的时候 二月份的时候 尤其疫情刚来的时候 大家都人心慌慌的时候 我们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忽然可以冷静的辩证的 看待这次疫情了 它已经不是非常悲观的 负面的情绪了 有一阵子大家都非常悲观 我们现在开始从悲观中走出来了 开始深思来思考我们未来 我们未来是什么呢 是活着 我们要第一要自律 第二要健康 我们遇到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事情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不管这个事情是因你而发生 还是因社会而发生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提高自己面对它 应对它的能力 提高我们自己战胜苦难的一个决心 我们今天的生活还不能算苦难 它顶多是个困难 那战胜困难相对来说 就更加容易一些 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环境的时候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对吧 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都会焦虑 焦虑很正常 我有时候也焦虑 对吧 我们在快节奏中 给自己的压力是大的 那我们就放慢一点节奏 我们很多自以为 这个难事 其实是自己找的 什么是自己找的 就是因为你的欲望太多 比如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量的我在新闻中看到的 这个借贷透支 透支消费 重度网购 买一堆的没用的东西 对吧 这是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毛病 对于每个人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自律 很多人跟我说 这自律太难了 说这自律太难了 其实自律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我一直在说 自律比他律容易 人生 就是你如果连自己都管不好 你再管别人 或者用别人来管你 那就更难 我们自律是什么 你比如说你不迟到 上班不迟到 约会不迟到 你比如说我就比较烦 这个约会迟到 你跟人约的时间 你是无缘无故的去迟到 晚到半个小时 有什么好吗 就是因为不自律 在今天这个社会中 不自律的人一定不能够成功 对吧 那自律是什么 按照自己的要求 事先的计划 如期完成 就叫自律 一开始我说了 我写这个唐诗诵词的 这个解析的书 是吧 我就说 我一天一篇 最长的达到八千字 一篇文章八千字 你知道八千字 光书写的时间 就需要六个钟头 你就抄就六个钟头 还是快抄 慢抄就八个钟头 那么我写的痛苦不痛苦 痛苦 每次都鼓励我自己 我在头一百天中 一天都没有间断 其中还有多次 就是胃痙磷 胃疼 疼完了以后 咬着牙又坐着桌前 把它写完了 如果你不写 你给自己放一天价 就不是一天 一定是十天 你给自己放十天价 就叫永远 永远就不想写 我就干过这事 我原来要写词器三部曲 先写了词之色 写了一年 第二年写词之文 词之文的量 比词之色大一倍 词之色出来是一本书 词之文出来是两本书 写的我比较累 我最后三部曲的词之形 词记形状怎么来的 说我休息一年再写 我现在一休息 大概六年过去了 我都没有动笔 我现在就后悔 当年我要咬着牙 我词记三部曲早写完了 那我们今天 我们活着 第二要追求的是我们的健康 第一个健康叫身体健康 第二个健康叫心理健康 我们今天 在不得病的情况下 大家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 当你得病的时候 你才知道身体有多重要 你到医院 你就知道什么叫事态炎凉 得过绝症的人 一定知道生活健康是第一重要的 其他的财富 金钱都不重要 我们说了这么多生活的意义 那归根到底 其实就一个最简单的话 叫好好活着 去体会喜怒哀乐 生活中 这是四个重要的情绪 喜不是高兴 是喜欢 怒不是发怒 是不喜欢 哀是不高兴 乐是高兴 我们生活中因为有喜怒哀乐 这四种情绪 它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生活中 没有悲哀的感受 你就真的不知道生活有多么幸福 每个人都要有这样一刻 对吧 什么叫悲哀 你的亲人走了 你的情人离开你 你都可能很悲哀 对吧 今年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每个人知道了什么呢 知道了开源节流 知道了节俭 知道了存贤 知道了利用这种长假期 去学习新的技能 为将来叙事待发 也意识到自律的重要性 学会有计划的去生活 人生苦短 到我这个岁数是可以说这句话的 你二十岁三十岁时候 你说人生苦短 那叫无病身瘾 我今天真的是觉得 人生苦短 人说老就老了 说白头发就白了 对吧 那么 我有几句话 就作为我们 第四季第一期的结尾 第一句叫 精心做事 宽容待人 精心做事 是说自己 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精心 要认真 不认真 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 宽容待人 是对别人 对这个社会 不要对别人过于严苛 要对别人宽容 对自己可以严苛 下面还有一句叫 高看别人 低看自己 我们最容易犯的问题 就是低看别人 高看自己 觉得自己都成 别人不行 如果你想把一个事情做成 你一定要高看别人一眼 低看自己 觉得自己有问题 那么再有一句呢 就叫追求理想 控制欲望 你生活中一定要有一个理想 我先告诉你 什么是理想 理想 不是目标 你自个儿 说我有个小目标 那是可以达到的 理想是理论上 不能达到的一个愿望 不可实现 但为什么要有理想呢 是因为你要有精神支柱 你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人的欲望理论上讲 是没有节制的 晚清明尘啊 李鸿章有一幅很有名的对联 对联上联是什么呢 能有钱 苍有米 福有诗书 便是山中宰相 下联是什么呢 身无病 心无忧 门无债主 可谓地上神仙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啊 可惜这对联呢 没有横批 那我给他补上 这横批就叫 好好活着 照例啊 我们结尾一定还有小节目 官父猫揭秘官父秀 我们以后每个节目会拿两件东西 一件文物 一件文创 我们先看文物 这是一个子坛的 百宝倩的 这个一个拜侠 拜侠干嘛用的呢 我们先看看 打开让你看看 里头就是空的 拜侠过去是送拜帖的 达官贵人之间 他送一个请帖 比如我的孙子 过百日 请您赴宴 这个快递 现在叫快递 当时呢 就是家里的 拆出去的仆人 说我们家老爷 给你送一个请柬 因为不能直接过手 这拜侠起这个作用 那么这种百宝欠的拜侠呢 是非常高等级的 子坛呢 欠百宝 寿山石河落殿 欠的非常的减速 这种公寓形式呢 是明末发明的 是一个叫周柱的人发明的 我们以前讲 白宝倩书专门讲过 那么看这个图案 图案很简单 四肢卢焰 一片卢尾 四肢卢焰是四个状态 叫什么呢 飞 明 石 素 你注意看 一个是天宫飞着的 一个是引进高歌的 一个是在寻觅吃着的 一个是把头藏在翅膀里 在休息 飞明石素 说的是大宴 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人类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状态 无非就这四个状态 飞是技能 一个人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好 他一定要掌握一个技能 你没有这个技能 你就活不好 这是技能的一个掌握 飞 明呢 是情感的一个宣泄 情感的沟通 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生存 那是非常困难的 你精神不错乱就已经很牛了 我们今天的人是需要沟通的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就是明 感情的宣泄 食呢 是吃 我们只有不停的吃 补给我们自己才能很好的生存 素呢 是休息 飞明石素四个状态 说的是人类 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个 紫檀的白宝倩的这样一个拜侠呢 大约是清初的 距今有三百年了 保存的非常完好 这类文物呢 并不多见 尤其这么减速的白宝倩并不多见 白宝倩发明于明代晚期不受然的 是因为明代晚期的社会非常安定富足 才有白宝倩这种公义的产生 我们可以看看 白宝倩到今天是什么样子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文创 文创 这是一个紫檀的白宝倩的提量盒 我们先看盒面吧 比较一下 这个盒面显然比较艳丽 比较花手 这上面用的材料非常多 十几种 是一个花鸟图 花卉 这是紫檀 用紫檀料做的 做的非常的讲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今天的这种紫檀白宝倩呢 技巧上 技术上 不输历史最高峰 手头感觉很好 这种啊 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知识啊 这种提核呢 在过去 可以送饭 也可以搁杂物 这一二三四啊 四层 实际上只有三个P 一个盖 但这类形式全叫四P 你外面看几层 就是几个 不论底下 那么我们打开 可以看 里头有一个托盘 看到 这有一个托盘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有三T 看到了 这三T 三T 我们看 紧底下这个T上 还写着啊 官复博物馆监制 有编号 它呢 每一个啊 都是子母口咬着 防止它变形 咬住了 看 卡进去 很严 这子母口咬着 子弹的 看我们这个托盘 搁进去 你看都带气 就很严 把它搁上去 很漂亮 这有一个签子 插上去定位 它就不会 就不会动了 显然啊 将子弹百宝签的文创 它不会便宜了 我们都知道 子弹木非常名贵 上面的所有的 这种都是名贵材照相嵌的 工艺非常难 人工雕刻 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东西 有兴趣 可以下载官复APP 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去看一看 知道它的知识 知道百宝签 是明代晚期 这个创作的 在清代初年的时候 康云前三朝 非常的流行 到了清朝中期 以后 国力下降 这类东西就越来越少 这些年呢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近20年 我们的工匠 开始恢复手工艺 开始把它做出来 从质量上 不输历史 那么 这其实是一个 时代的反应 重启官复都督 对我来说 也是个艰巨的任务 幸好我们有很多网友 是我的老朋友了 老朋友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新朋友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我们下期见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 奥迪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好了吗 行吗 好了 反应期 我最近在练瑜伽 因为我觉得我胳膊腿都硬了 所以希望自己能变得柔软一点 所以我坚持着每周三次 如果不出差 我会坚持着练瑜伽 我这种着装只能录节目穿 平时不穿出去 你们看见我说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珍惜 珍惜镜头前的我 Hola 这世界很酷 休息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 后一段时间就要